人们普遍认为,基因是决定孩子升高的主要因素,所以从挑选配偶阶段,就在考虑未来孩子的升高,实际上也有很多家长个子很高,但是孩子的个子却有些癌,家长反应,孩子本来升高是超过同龄人的,但是又一段时间开始,孩子就基本上停止长高了,甚至一两年都长不了一公分。 初心的家长可能会认为这是孩子乱长的表现,却不知道孩子很有可能从此不再长高了,果格拉伸级发育需要很多营养物质配合才行,所以孩子饮食方面一定要重视,现在的小孩都喜欢吃肉,不爱吃蔬菜,很容易导致营养不均衡,不利于孩子的正常发育,阻碍孩子长个子,除了饮食方面,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。 因素之一,我们知道生长激素会在固定时段分泌,并且需要孩子进入睡眠状态,身体完全放松时,才能促进骨格拉伸级发育。 如果孩子的睡眠乱不佳,每天都晚睡,那么孩子就会错过生长速分泌的时机,身高自然就不理想了,但家长们发现孩子长个变慢时,多半会通过补来进行改善,但是家长们往往对付并不在行。 错了,反而不利于孩子的发育长个,后间因素的重要性,家长们已经知道了,想要孩子身高出众,就应该关注这三个时期。 四岁是孩子身体发育基本成熟的阶段,通过检查可以排除一些病症,如果平时各方面都注意得很好,那么孩子学龄前的身高就会超过同龄宝宝。 八岁的孩子除了身体发育成熟以外,同时也会迎来性发育。 在这个阶段家长们就要关注孩子是否存在性早熟现象了,也十方面要尽可能减少他有激素的食物,否则孩子性早熟也会影响身高方面的发育。 最后一个关键期就是孩子十二岁,这个阶段是孩子骨骼发育最活跃的时期,如果配合均衡的营养,以及适当的锻炼,孩子长高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,所以家长们想让孩子身高更注重一些,无论你的基因质量如何,都要抓住这些关键时期。 在孩子十二岁前做好充足的准备,孩子才能长得更高,如果到了十五岁以后,青春期阶段才开始重视,那么孩子可能就做失了讲课的好机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